嗨,今天好久没有做好物分享 但我发现最近经常在给身边的朋友种草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可以分享给你们 第一就是这个Burkenstock的拖鞋 这个是叫Arizona EVA橡胶的这一款 我这三十几年一直没有穿Burkenstock 因为我觉得太稀皮了 一想到Burkenstock脑海里的那种画面 就是一个爸爸穿着白色的袜子 然后穿一种Burkenstock 这个不是很 fashion的 但是我最近在陶艺课上旁边坐的那个同学 穿了一双还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去入了一双 然后它其实很百搭 就是穿裤子可以搭裙子也可以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我选的是这个橡胶的 它不是那种软木的 所以它是防水的 就夏天穿我觉得特别舒服 强烈推荐 第二个东西就是Dance的这个小 顿国小奶国 是不是很可爱 它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白色最好干 但是丹麦的一个储蓄公司 他们这个是碳钢材质的一个发廊锅 很好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个盖子放下来 像个架子一样 可以把锅放在上面 超可爱的 这个size是一个quart 然后用来热奶 热汤或者煮一些里脉 就刚刚好 主要是颜值很高 放在厨房里就心情好 觉得很好看 第三个东西是parachute这个牌子的枕头 羽绒枕 我喜欢睡特别平的枕头 但是商店里买的那种通常都特别高 所以我很多年一直睡了一个很老很老的枕头 因为比较平 那parachute家呢 他们是分低中高的这个高度 然后里面全是比较高质量的这个羽绒 我选的就是最低的一个size 就很平很平很舒服 这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一个枕头 但是我觉得年纪越大 我觉得睡眠对我来说越重要 所以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个投机 然后他们通常在黑星期五会降价大折 所以大家可以等到那个时候去入一个 真的非常非常的爽 第四个是这个超级可爱的洗碗布 是不是很可爱 一些瘦的小熊 这个牌子叫Ecology Danica 是丹麦的 但我又看到其他品牌 它很环保 因为它大部分是鲜肥 然后30%的粘 它是可以compostable 就是可以化解 然后可以堆肥的 所以比较自然比较天然 也可以用很长时间可以进洗衣机去洗 主要是很可爱 我觉得 就是看有领工的这个图案 有小水果的 放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我觉得就心情很好 第五个是这个素的黄油 是My Yoko Screamer European Style Culture Vegan Butter 这个是我闺蜜Holly推荐给我的 她是近几年发现自己对乳糖不耐 她喜欢烘焙 所以她就尝遍了所有 就是素食的这种黄油替代品 然后她说这个很像真正的黄油 所以我最近在超市里看到了我就买了 平时我是有点抵触这种东西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替代品是用很多不健康的油脂和添加剂做什么的 但我看到的配料表还比较干净 主要就是椰子油和这个腰果 然后我尝了味道 我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吃过黄油了 真的很像黄油的味道 太好吃了 而且Holly跟我说 空焙用这个也很棒很棒 这个可能只有在美国的小伙伴才能够去尝试 但是如果在的话 非常非常推荐 很棒 接下来是几个零食 这些都是我最近去洛杉矶去徒步的时候发现的 因为我洛杉矶那个朋友带我去了一家 就是当地很有名的高端天然食品店 然后我到那里就感觉是小朋友进了一个糖果店一样 我买了好多好多零食来尝试 这几款是大家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的 就是我买回家我们就把它吃光的那种 所以想推荐给你们 一个是这个品牌 Toodle Loop是新的 我只在那个地方见到过 它就是一个混合的有什么坚果芽 莓果 干莓果什么的 然后每个味道很棒 这个是枫糖味的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味的 而且它含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超级食物啊 比如说蘑菇在里面就可以提高免疫的 什么是很好吃 大家看一下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超香 另外一个这个 叫Troftite 是一个海带片 有点像是什么味道 是虾片的那种感觉 脆脆的 然后海带是很环保 也非常营养的一个东西嘛 有很多矿物质 你看有点像虾片 吃起来就脆脆的 超级上路 就是我们这一蛋白回家 一下子就没了 最后一个吃这个 叫那个 Tamari Terri Yakimochi 牌子是 Suntropics 它就是那种我小时候在国内吃的那种 日本酱油烧饼那种味道 但是它配料表就很干净 然后真的好上 脆脆的 超好吃的 这几个我已经在联系品牌 所以希望秋天可以给大家上架 真的太好吃了 最后一个好物是要秀一秀我自己的作品 就是这些 大家能看到吗 嗯 这是我上 讨一课做的 我非常想给大家种草去上讨一课 非常治愈 非常的能够放松心情 然后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平时能用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后觉得很幸福很幸福 讨一课我是强烈强烈安利给大家 哦还有一个东西我忘了 也值得推荐 HOKA这个跑步鞋 HOKA 这个我之前就是去徒步 买徒步鞋的时候就有人推荐 当时我觉得 哎长得有点奇怪 我就没有买 但是我这次去徒步的时候买了一双 这个叫Speedgoat 现在很多徒步的人都特别喜欢穿它 然后跑步的人也喜欢 真的超级舒服 超级情 所以如果你爱跑步或者爱徒步的话 我强烈推荐这双鞋 很好穿 OK就是这些了 大家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用的东西 记得推荐给我 下期见拜拜